我的朋友叫李曼翁 他有三隻車股,想問你如何處理 先回答175元,吉利 他17元有貨,虧1元左右 先回答吉利 其實近期,車股開始有一個轉弱狀況 最主要來說,大行稍微有長淡 見到昨天車股近乎全線下跌 所以今天稍微有少少反彈時 亦不算是很多 如果你看回,6月28日吉利是19.2元 現在已經下跌16元邊 跌下跌下,都調整了1.5元 如果短期來說,就沒有新的國策提振消息 比較強的支持位,可以留意 就介乎15-15.5元才偏向支持度 會比較強一點 如果有耐性去守的話 他一直都不跌穿15元 可以拿著貨來觀望 至於上網來說,暫時去看,靠近18元的阻力 都會比較大 所以暫時對潛在升幅的期望 就不適宜太高了 長期都有貨,是15元買入的 現在是12.5元,接近13元 其實長期和吉利的股價走勢會累近 某程度上,與基本面、業務方面有類似的狀況 因為長期和吉利,現時來說 都是傳統車和新能源汽車並行來做的 現時來說,都是觀望到底這兩間公司的轉型步伐是如何 因為明顯地我們會看到 在現時內地,碳中和、碳達峰的目標是2030年 碳中和的時候是2060年 如果由現在去到2030年 都有7年多的時間 所以相對上來說 這7年多應該將傳統車淘汰了 可能有機會在2025或2026年這些時間 傳統車就會停產 只是現有的,繼續在運作 不過一直沒有零件去到配套的時候 慢慢都會變成新能源車所取代了 所以在這個轉型的階段的時候 兩隻股販的股價表現的爆發力 就不會及得比亞迪或是造車身勢力三隻那麼厲害 所以現況去看的時候 如果作為一個短線的部署 如果它的股價不收低於12元 我覺得可以拿著貨來觀望 但是上升來說,未必真的有很大的動力 大體上來說,靠近14元這些位置 可能阻力就會比較大 提到造車身勢力,其實它也有貨 它是2015年,它問理想 它是140元有貨的 造車身勢力三隻來說 計算過基本面的狀況 理想是比較好 最主要是參考上年業績狀況時 是出現一個虧轉型的 當然今年公佈業績時 又再次似乎有一個轉弱的狀況 但起碼曾經有錢賺 大家對於它未來的收入和盈利的路徑 信心方面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三隻股份 連同小鵬和委內來說 理想汽車的股價表現 是相對上會比較強勢一點 但是近期也有一個偏遠的狀況 可以密切留意是130元 如果不跌穿130元 我覺得可以拿著貨來觀望 但是短期有一個很大的提震 可能機會未必是這麼大 大體上來說 150-155元之間可能就會有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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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